本章讲解的是不点交的准备打官司 那这个东西啊 这整个经验要感谢我那时候在台北啊 然后做土地开发的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面临到很多占用的问题 那很多占用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牵涉到一件事 我们要为牵很多律师 那找很多律师的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判定说 哪一个律师比较好 哪一个律师比较不好 那我就可以比较每个律师的做法 因为其实你今天不管是占用 反正是重点是官司的话 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件事 你到底要走民法还是走刑法 那你到底要告谁 那告谁你总要确定他是谁吧 那你要告他什么法令 那什么样的效果最快 开庭最快 成效最好 那像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有帮助于我在学习其他的相关的东西 首先你在做这种不点交 既然他不点交 那你就准备打官司 这很自然 反正就是法院不把房子点交给你 你就想办法把房子自己点回来 那现在重点你要做哪几个动作 你要做这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申请月券 申请月券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月券其实你的目的 你就是要了解对手跟对手的乌合之重 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的门友 因为你这从月券当中你可以知道说 对方到底是谁呀 然后他们之间在执行这一个房子的时候 他有一些相关的租约内容 那当初执行这一个甲扣鸭人是谁 然后他这中间会一定会有一些过程 对不对 那所以你要先月券 了解一下 第二个部分 你要你的策略 你到底要打哪一种官司呢 对不对 那我只举几个例子 那当然更详细的细节的话 你本身你要还是请问你的律师 你到底要打窃战 还是打伪造文书 还是基本上请求 地上权请求归还 像类似的 你要打哪一种官司 你到底要打明法 打刑法 然后再来你就要收集证据了 因为一旦打官司的时候 到最后是法官判的嘛 那法官怎么判 就看你的证据力嘛 你今天如果能证据说 诶 事实上真的这个债务人 跟对方有串谋 那这个本身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那法官相信你 法官就可以判 那你既然判了 你就可以到最后 你就可以强制执行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要去收集证据 包括现住人 因为大多数不典价 应该都是租约啦 他跟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那你要知道他实际的费用缴纳行情 还有他收入的 是否有承报 然后从这一些地方去收集说 诶 这一个租约 根本是假的 或致死都是假的 或者说他的设定时间 可能是在查封后 是根本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有权占用 可以变成无权占用的问题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不点交的 的法派物个案 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就好像我提到一本书 一本书很有名 叫做策略就像一本故事书 那就他提要的东西就是说 当你遇到什么性情 你怎么去杀盘推研 那你这整个过程多做几次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自己本身有一个改进的空间 但是问题其实不点交 最大的问题说 诉讼程序 它时间是很久的 可能就是可能以前我在打占用官司 可能打到一年 打到三年都有可能 那这东西的时候 那就要看说 那当地的法律效率怎么样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当你这一笔资金 如果你法派物的资金本身 你说你是其他的八成部分 你是透过借贷来的利息很高 那很有可能你就在这过程 你就垮掉了 或者说你的 你根本不懂得这些程序 就好像有一些新闻 直接冲到人家家里 到最后给人家告情 肉作宅 行吧 那不是很划不来吗 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讲 或者说人其实在处理任何事情 一定要站在对更高的位阶去看 你差有办法让自己很冷静下来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有一次遇到 遇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说 他在去点交房子的时候 就遇到了说 房子里面有租人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很难过 对不对 因为确实他们也是很无奈 可是问题是 其实我这个朋友是非常冷静的 因为你是律师嘛 做什么事情 当然其实到场的时候 一定会适合警察跟里长协助 那当然有可能里长会跟 有可能会窜 都有可能 那重点就是当大家查身份证的时候 因为要厘清嘛 到底是你爸爸你妈妈的时候 唯一做法就是身份证查腹级腾本嘛 去厘清到底这之间的关系 发现 这植物人跟家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后来这问题就顺利解决了 所以这东西还算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常在讲 就好像你今天就买预售屋 你今天买预售屋 你今天看到一个预售屋 我常问朋友 你怎么知道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预售屋未来会调价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预售屋的水平价差 跟垂直价差 这之间有什么差别 你怎么知道说 其实代销公司在跟你讲说 我这个地方销售七成八成 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这东西 当你今天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阶 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学会了有关主任委员的知识 或者你学会了专案经理的知识 那你今天在看这些代销小姐 你那整个位阶就整个拉平 并且说他所用的技巧 你都会变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不懂的情况之下 就好像人家做一个场景 你就跟着对方走 就好像我今天在跟投资客 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怎么知道对方是投资客 对不对 甚至有些投资客最常用的东西就是说 他就给你一个规则 然后就把你控制住 什么叫做他给你一个规则 把你控制住 他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反正 大家业界大家也知道 我们今天就是算租金 跟房子价值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那假设P代他设一个200倍 对不对 然后你想想看 他每个月租金15万 跟每个月25万再乘以200倍 那这个就从4000万到5000万之谱 而且重点是搞不好这租金是假的 就是说他跟便利商店串谋 或者找一个新的承租物 也就是这个租约本身是不稳定的 或者他会退佣 退佣各位知道了 就是说反正我们两个就签个契约 本来你45万 然后我们两个就签个25万这样子 然后每个月你给我25万 我再退给你10万 反正重点是我今天要卖给下一手 你要让他知道说 我这一个房子是25万 不是事实上是45万 那像这种东西的话 讲一句就是假的 假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研究说 你今天要算投资的时候 你今天要算增值 你要确定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增值空间 同样你要算租金 你要看租金是不是确定的 或者他是不是稳定的 确定就是真假 就是说可能这个租约是假的 短期的 或者投资客跟其他人讲好的 稳定的意思是说 万一这一手不做的时候 下一个承租物是不是能够负起 同样租金的水准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房屋物价法书中 一书也有提到说 你很简单啊 假设比例你就问 这个商店到底卖的是什么东西 那假设比例你换算成每天租金 假设比例来讲是6000块 然后他今天卖的是什么东西 假设他是手机套 一件 可以赚500个 赚50块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6000块他要做多少 他要卖1200件 那你想想看 一个晚上4个小时 是一个小时卖300件 那你一看根本就不对 那万一如果卖鸡牌手机配件还100多 万一卖鸡牌一个50块 一个赚50块不是要做2400片吗 那一个小时要卖8000片 根本来不及吧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一个过程去了解到对方是虚假的 就好像你今天做点交或不点交一样 对方一定会有很多场景 如果真的对方是真的是很可怜 当然我们要同行对方 而且我们要尽可能执行帮助 因为我个人觉得钱是身外之物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对方是虚假的 找临时演员 那这个地方你也要有这个智慧 去排除解决这样的问题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我是文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